给粉丝的都寄出了 这一条无管纯干货说一下 改善脸上麻麻烂的方法 给我一分钟耐心看完 真的会收一倍钱 如果一分钟的耐心都没 搞不懂问题所在 怎么可能改善 哪里吧你 你脸上的各种小颗粒 出现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油脂分泌万剩 分泌过多 没清洁好 外加老肥角质啊 三中心 表面度 底层憋 外面环境都将共同造成的 你可能很冤枉 明明每天都用洗面来系列了 什么就没清洁好了 但近几年市场上流行的洁面 都是温和化的 再说了 即便是什么功效型水洋酸洁面 这些非住流行产品 在你脸上压根停留不了 一分钟就被冲洗掉 你就别谈什么效果 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 爱长巧克力的都出油多 你的脸就像这个很油腻的碗 去有污能力呢 太温和的洗洁精 正常的碗也要多洗两遍才能洗干净 但油这么多的碗 每天都残留一点点油脂 那一直越来 能不出问题吗 另外近几年的彩妆品呢 越做越持妆厚重都增加了清洁难度 所以呢我说你没清洁好 那咋办嘛 别以为换个清洁能力更好的洁面 或者用强效去角质的酸就可以了 多少人从一个健康皮变成一个敏感剂 你们可以看看自己的脸 是不是玩玩小克力还伴随 屏障红红瘦损容易脱皮 踢去支支猫油 但是眼下的脸颊呢 又干得起皮 你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刺激 最适合的方法 保持至手里温和的洁面不变 温和才能照顾这些红敏的位置 剩下洗完没多久就出油的地方 就局部用控油的产品 这个湿入就是分区护肤 那种冒颗粒堵塞住的地方 就用弱酸性或者脆弱剂都能用的成分 慢慢的去调节角质 疏通毛孔 另外爱红敏的区域呢 就加上修护产品 如果你涂省事省钱 成分上能控油加调节角质 一步到位的产品也有 具体使用方法呢 也给大家贴在这里了 赶紧截涂保存吧 回去记得试试